大家好 今天我做咸豬骨白菜缸粥 菜缸豬骨的豬骨先用盐醃 至少4-5个小时过夜就最好 现在我用盐醃 盐的多少没有要 我多一点也不怕 因为煮的时候要清洗盐 我是醃过夜的 至少4-5个小时 这些豬骨入味煮出来 咸咸咸咸咸的豬骨也很好吃 醃过去放入冰箱 这里有3-4棵菜缸 我们用水浸淋它 洗净它 现在我们准备 平时凉米一壳半的米 一条红萝卜 红萝卜有清叶降火的作用 一块姜 一块姜仔 现在红萝卜去皮切件 这块姜就拍扁就可以了 米呢 我洗净之后 我会用油腌一腌 腌了之后 就会绵一点 和不会黏底 红萝卜就黏成这样 一块姜就拍扁了 米呢 我洗净了 我用油 大约半汤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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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 混合 然后腌15分钟 菜缸浸淋之后 我们就把头剪了 通常它的头和近部的架子 是比较柔硬的 很多纤维 吃起来比较刺口 我都会剪掉 现在菜肝切碎了 切碎后我放在锅里 其他的配料也倒入锅里 加水煮就可以了 猪骨在水里冲一下 冲一下盐 没那么咸 现在就是咸猪骨 我倒入锅里 现在倒水煮 我用我高压煮 我高压煮有煮粥的功能 我煮40分钟 如果普通煮一半小时就可以了 中火煮一半小时 把粥煮好了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绵呢 现在我们去调味 因为咸猪骨本身是咸的 所以试一试味才放盐 大家看看这煲粥很快就可以吃了 咸猪骨菜肝煲粥很好吃